银行发行信用卡究竟有什么赚头引起网友热烈讨论联合报器资料照分享 一名网友在Mobile01点文询问银行发行信用卡到底有何赚头讨论区中 有网友热心的为大家介绍交易过程中的发卡与收单方 让网友都直呼很实用并了解银行怎么靠信用卡赚钱 难怪信用卡销售人员源源不绝 一名网友观察到各大卖场电影院出入口总会出现好几家银行信用卡的销售人员 但现今许多信用卡推出免缴年费网购无息分歧等优惠方式 让他不惊好奇信用卡真的有赚头吗 这篇铁文引起许多网友的讨论 有些是为一般大众所熟知的赚头 譬如若为鱼音缴纳日期还款 必须缴纳至纳金更胜者 若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 在没有能力偿还刷卡费用之下 必须支付高额的循环利息而成为所谓的卡奴 依据洋行公布的消费者贷款统计 今年7月的信用卡循环信用余额就于千亿 价设利率是10% 银行单月就有8亿多元以上收入 除此之外也有网友提及 其实信用卡的交易过程中有所谓的发卡以及收单两个角色 发卡顾名词意就是发信用卡给客户使用 而收单则是与各店家交涉 协助在店家装设刷卡设备 若有客户使用信用卡消费时 收单方会从交易金额当中口除向店家收取的手续费 及消费金额的一定比例 而最终这笔钱就会回馈到发卡方以及收单方自身 积累下来相当可观 俗眼沙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无人做 现今有多少人正使用信用卡支付高额的消费金额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其实也为信用卡发卡银行带来了不少的利润